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小说得奖 正说明理科教育是学渣是吗 但因为确实学校里面各种各样 哪个方向非常厉害的人都很有 我们系里面就有那种 各个科目都考到九十几分 九十五分以上 然后还会吹长笛了 然后就是写 随便写一个英文的paper 就往国外都能发到最好的杂志上 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锻炼一下也好 这个真的是 吴军老师 您说就是咱们那天谈的这个问题 在这里边有个很残酷的现实 你看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我就有时候感觉到 怎么说呢 他们是智力很高 但是他们经常会流露出一种 对这个低智力的人的那种蔑视 就是脑残 这是很残酷 就是说人到底是不是平等的 至少咱就说这个智力 就有的就是脑残 能怎么说 智商呢 有差异 这个肯定的 这个但是呢 就是说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分 所以呢 你一定要 蠢人也有天分 有保护器有他的天分 我跟你讲 我在中学时候 遇到一个人 就是 有一个词叫白痴天才 有一种这种 就像来语言似的 他特别 就是这个智力完全有问题 就是傻子 但是他有一个本领 我们都很惊讶 就是他算这个三位数乘四位数的这个乘法呀 你告诉他 把这数字告诉他 比如说378乘1256 然后他马上就把答案都说给你了 不用想的 就说给你了 然后你在纸上斜斜或地上画 你发现他是算的对的 四位数乘 四位数什么三位数乘 不知道他怎么算的 我至今我搞不懂他是怎么算的 所以看到那个电影啊 就是那个Dustin Hoffman的那个语人呢 我就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人 对 那你要这么说 您讲 我是觉得就是你要看到某些人觉得其他人是脑残的话 其实比较好的一个办法是你要是听到另外一边人可能也觉得这边是脑残 就是两边在吵架的时候都会觉得对方是脑残 这个其实跟真的聪明和笨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就是就是喜欢觉得我说的就是对的 我说的无论如何怎么都是对的 你说的无论如何怎么都是不对的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种我自己智商比你高的幻觉 然后其实 其实其实真的两边可能都是这么想的 这个也有可能你比如说看从哪方面说 你好比说爱因斯坦他能想出相对论 但是他未必知道他们家酱油瓶子放哪 这对对吧 看你怎么来衡量这个这个智能 那现在您说这个人工智能 我们说的这个智能是什么智能 不是我这是两回事 就是我们说人工智能和人的智能其实是两回事 人工智能啊 就是说他从效果上来解决人 原来由人脑解决了问题 解决的比例还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识别人的语音 写文章包括那个华尔街日报和那个和纽约时报 好多是机器在写的 写的也很漂亮 真的吗 对对对 已经是这样 已经是这样的 而且前一阵北大搞出了一个样本 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就是写了一篇小样文 写的蛮漂亮的 写诗 对的写的蛮漂亮 就是说但是呢 他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人是不一样的 就是前面他其实讲了 刚才那个警方讲了 就是说人的思维方式很复杂的 跟我们的比如说那个激素分闭都是有关的 机器思维方式其实就是个算 就是个算 包括那个呃 前一阵烈酒段 来说这个讲围棋 机器不知道他在下棋 但是呢 人你是有很强的目的性 你知道你是在干什么 所以这两个治理其实是两回事啊 但是大家对比他只是说我们同样做一件事 谁做的更好 今天来讲很多地方机器能比人做的好 仅此而已 并不是说他获得了我们人内的智能 这是两个不同的事 其实在那个斯坦诺维器有一个书叫超越智商 其中就是分说有算法那个智力 然后以及反省的这个智商 然后算法智商呢 就是我告诉你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看你怎么能解决的最好 然后反省智商呢 其实是要想我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你要是让这个目前的人工智能 你让他下围棋 他就下下的特别好 他算法智力超群 这个现在是目前没问题 他肯定是超越人类了 但是就是什么时候他到那反省智力 就是你让他下围棋 他要先衡量一下我下不下这个围棋呢 我为什么要下围棋呢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呢 我是听你的还是听他的呢 然后我干这件事到底对不对呢 我就是他什么时候开始这样了 就会有一点点接近人 但是这个反省智力是如何产生的 就是人的这种目的价值观意义 这个是是很复杂的事情 这又不一样了 对你说这个就有意思 就是说那人的这个所谓价值观 该不该做这件事 实际上会不会最终发现呢 也只不过是更复杂的算法 对清化心理学的话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我有个事印象很深 就是卡夫卡 有个这个著名小说家 卡夫卡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卡夫卡口才也非常好 实际他说话呀 都是这个二律背反的 我对他印象很深 他跟人聊天 比如说据说卡夫卡的临终遗言呢 就是他太疼了 他就跟那个医生说 说杀死我 不然你就是杀人犯 你看他的语言就是杀死我 不然你就是杀人犯 卡夫卡他曾经犹豫过两三年时间 就是他要不要跟一个女的结婚 在这两三年之间呢 他跟这个女的无数次长谈 谈十个小时 然后呢 他就在纸上写出所有的我要跟他结婚的理由 所有的不要跟他结婚的理由 最终呢 还是没有做不出决定 但是这件事你看像是个隐喻 你说他 你说这人的自由意志 其实他不也是算吗 包括我对你有多少感情 也是一个参数吗 也是我衡量的 你有多漂亮 你有多少钱 我都有多爱你 这不就是个综合算法吗 这我觉得是在理性的时候是这样 真是陷入感情的时候 你一开始那个什么 那个生寒腺素分泌比较多的时候 或者多弯分泌比较多的时候 它不是这样子 它是完全受化学物质控制的 这是 那个就是这个这个问题 反正进化心理学确实像您说的 它是那个全都是为了这个物种进化 然后你你喜欢这个人 其实是背后的理由 是就是都是为了 对 你为什么多把安出来 你高兴了 因为你发现了好的繁殖对象 对对 就是进化心理学是这么说的 但是呢 人和这种完全是这个基因控制的 还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就是说 人有一种会希望这个决定 是我做的的那种本能 就是说哪怕这个人是一个 很好的繁衍对象 那种说这个是我找的人 和这个是被安排在我面前的人的 就是这两者对于人来讲是有差异的 就是说这个决定 对 这个决定是我做的 就这件事对于人就很有意 就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 你比如说你像手机Siri 你让他去做一个指令 他他就给你去干了 但是你要像一个一岁的小孩说 你过来 他啊 不要 然后待会你说你走吧 让他啊 不要 就是说连一岁两岁的小孩 他都有一种说 这件事是要是我自己想干的就OK 别人让我干的就不OK 但是但是就是这种那个说 这个事是我自己要做决定的 对 这个这个情绪其实是一个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自欺欺人呢 就是就是你 电视美剧叫西部世界 我在那里里边有一幕 我印象很深 就一个女的机器人 一下子把自己升级到最最高智能了 然后呢 他说我要逃离这个这个牢笼 逃离这个园子啊 结果后来另一个工程师就说 连你逃离的这个意志 也是最早以前你的发明者之一 写进你的头脑里的一个指令 他就觉得很很很困惑 说不会 这是我自由意志 我是要逃出去的 但是这也是你脑子里的一个城市 一个程序 你又怎么知道不是这样的 这个所谓自由意志 就是刚才讲 你讲一开始讲 那本书 那个《未来监视》里就讲这个 这实际上就是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产生结果 施加的人身上 然后他有个自欺欺人的一个感觉 对 那个 对 就是就是这个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两千年 大家都在讨论 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 然后别人以前就是讨论神 但现在我们就讨论一个新神 就是人工智能 那个或者是我们讨论说 整个都是一个宇宙大的算法 全都是 社会的影响吧 对对对 但是 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说 人 你从你主观感觉 你到底有没有可能 我在这一刻就决定 我下一刻是往哪个方向走 就是不一样 比如说 你这刻决定你接下来要不要接 接我这句话 你到底有没有可能说是 做一个不一样的决定 还是说一切都是宇宙算好了 说你下一分钟就是要说话 还是你下一分钟不说话 所以呢 这个悖论就在于说 哪怕我们可以客观的觉得 说 都一切都是被决定好的 但是我们在主观上 每一分每一秒 都仍然觉得 我这一刻可以这样 或者下一刻可以那样 不一样 所以那个 托斯托优斯基 那个群魔 那个主人公 他就是 想要证明说 我自己有自由意志 他就为了这个 没有任何理由 他娶了一个那个 就是马路边的一个 很勤的一个女性 然后就别人都在 一直在猜测 他有什么阴谋 诡计 或者是这个里面 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是仇恨 还爱恨 都没有 他就是想证明 我有自由意志 他就 他就娶了那个女性 他就是捉嘛 no捉 no die 当然了 反正你可以说 这个这些 也都是被写好的 对对 他有一种 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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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吴军老师您看《未来简史》这本书里有个思想 就是说所有能够用算法描述的行为 人工智能最终必将超越人类 而还有一句话 就是说本质上宇宙的一切都是一种算法 这第二个您同意吗 我是这么想 就是说这副教都是一种算法 我看了一个 他跟我一直脑子里在想的一件事 我觉得有一点相似处 就是说我一直说宇宙产生它有背后的很多规律 当然你可以认为这规律是一个算法 因为至少从我们现在人类认知 好多现象是无法解释的 所以你必须认为它 就是说它在宇宙诞生的最早的那一刹那 特别特别短时间里 物理学的所有的规律是不成立的 后来就产生了这些物理学的规律 那么比如说我们万有引力 就是说里头为什么吸引的程度是这么多 不是更大或者更小 就是说这是由谁来控制的 那么实际上 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 实际上宇宙中有四种力 就是作用力 当然后来发现希克斯力离开人是第五种 一种是重力 就是万有引力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一种电磁力 大部分人也知道 还有一种叫强力 一种叫弱力 强力就是说我们原子核能够形成 弱力就是说我们油会裂变 这四种力都有参数 彼此之间 这个参数要错出一点点来讲 我们的宇宙就不是今天的宇宙了 比如差出多少来了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地球上有多少沙子 我忘了 反正地球上那么多沙子 差出一颗来 这个宇宙要么就灰飞烟灭了 要么就缩成一团了 我的天哪 当然是所以说 为什么它如此的精准 为什么很多物理学家到后来 信上帝的这个原因 他实际上解释不了 他说有一个高的创造了这些规律 那么从一开始演化 实际上这个数据就存在 一开始是说像是物理学的这些定律之间的参数 就是这些数据 然后慢慢它就会演变出我们的有生命的物种 你可以叫 它核心是DNA 是遗传物质 那么我一代实际上是你DNA这个密码 那也是一个数据 它的不断的 直到传到我们人类出现 或者说甚至说智人出现以后 它有一个语言和能够书写的能力 文字又多出了一个新的知识的传播方式 以前只能传播只能靠DNA来传播 往后代理 这东西死了以后 慢慢的哪个DNA变异了 那么以后 也是以来讲 总体上来说 只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能量 还有一个是能量 本质上就这两个东西 对 您看 好像人类认知 发生了一个过程 最早咱们以神 咱们觉得神是控制一切 至高无上 最后有人说 尼采不是说上帝已死吗 上帝已死 那就到了以人为中心了 现在咱们考虑任何问题 都是说人是一家独大 对吧 我们是地球的主人 所有的东西万物为我所用 对吧 那么这人就又出一幺蛾子 他弄现在又出来了一个数据 像吴军老师 您现在提出一个词叫数据主义 这是有些其他人 我倒不完全觉得是数据主义 但是就是说 我就是说信息 信息和数据基本化等号了 信息和能量 还有一个是能量 这两方面的一个作用 当然还有一条 第三条 觉得很重要 物理学有一个测不准原理 很多人认为人的意识来自于一个测不准 就是我们自我的意识 测不准讲什么 我们过去爱因斯坦说上帝不知骰子 波尔的意思就是上帝也知骰子 因为有一个悖论 薛定谔的猫 他誓死是活 你看他一眼 他就知道了 不看他 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这个意识也是这样 就是说你今天不去做决定 说你比如取不取他 不做这个决定时候是不知道的 你一定说我自己要有一个 我自己今天为自己做一次主 导致了这个结果的产生 否则是没有这个结果的 反正呢 就是这里头好像有一个 我觉得现代科学还没有发现 就是说啊 按说人的一切行为 就像西部世界里边 那个智能机器人一样 都是通过一个算法可以进行完 但是唯一一点就是说 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自我的这种生气 愤怒 按说你没这些情绪 你的条件反射也让你只见到老虎 你要跑 当然亚哥尔动物园那个没跑 那玩意也挺神 对吧 他也是一种算法门票 对对对 一百三十块钱门票 他也算错了 对 那个就是像吴老师刚才说的那个 就是量子力学的那测不准原理 那个实际上就是你可以呃 包括包括量子力学也是 这个东西是确定的 但并不是决定论的 就是他这个确定论方程是很确定的 然后有了初始 我们可以算出一个大概率的一个 那个 但是我们算的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概率性的 一个概率分布的 就比如说我知道你是在这里出生的 你是在这样长大的 你这个过程 我觉得你大概率可能不会是一个杀人犯 然后但是就是一切都是有概率的 然后只不过我们能知道的是 你做这件事的概率有多大 那件事的概率有多大 所以呢 那个哪怕是我们都是数据都是算法 把你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分子都算出来 我们可能最后也只能算出来一个概率分布 所以你真正做一件事的话 还是会有一个随意性 对当时会确定 但是但是就现在你看咱们可以聊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了 就说这个概率啊 似乎有的时候会表现出啊 越来这个这个相差越大了 比方说就是您的有一次演讲里 您们也提到吗 就是你到未来的这个世界 2%的人能够脱颜而出出人头地 98%的人可能有可能被淘汰 然后呢 哎连这个去年人民日报都发表评论 就是说批评这个阶层固化 嗯就是好像有一句话 就是说为什么我今天啊 拼命努力自强不息 但是我还是一点都没机会 就是现在你说这个概率 哎那你知道八十年代中后期 嗯就是你没上大学那个年代 对那个年代表现出啊 就是评价寒门子弟 确实跃升精英阶层 就上了阶层了 是是很大概率 对但是今天你知道吗 他们就发现了 摆好像我看到一个数据 就是上这个精英大学的好的大学的 好像是说1.7%的精英家庭 他占据了上好大学的40%的 就有名牌 北大清华就有名牌大学 就是越来越多的考上好大学的 是出身于精英家庭的子弟 就是这个是 因为我我现在工作的地方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我们做的就是那种贫困儿童项目 我们对这个最了解 就实际上人的在这个两岁之前的大脑发展 是会非常非常重要 你两岁之前的大脑发展程度 你受到的这样的那个启蒙的程度 它是它是影响到你长大以后的智商的 就是他不是说 对他是那个你两岁以前 在在这种富富有的家庭 他接触到很多书玩具 然后有很多人逗他 这个小孩子不管他做出什么反应 然后父母家长都在边上跟他说话 说哦好棒啊等等 就这样的话这些所有这些都是大脑 他在拼命的发展 他都每时每刻都有很多神经元在发展 但是那个贫困地区的孩子 尤其是一些留守的儿童 他连一个人跟他说话都没有 他的营养也不够 他的整个的这种智力的都不够 所以他的那个可能在大脑最开始的这个发展 就已经有差距了 那你从六岁上上学的时候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差距就已经有了 对所以这个这个东西其实是影响很大的 这是一个 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就是说 跟家庭的那个家长的见识 我觉得很有关系 就我发现就是说 嗯 我们中国老说一句话 就是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我发现这个起跑线最大差遇是父母的见识 有些这个父母很有见识 说的孩子就就给他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有些他只会模仿其他的父母 那么这个孩子就很受约束 他说那个呃 是有有数据支持的 刚才那个警方说这件事 因为在美国他们美国因为这分层分的很清楚 所以你到那个比如说贫民窟去做调查 他们就发现呃 美国因为大概有70%的黑人的家庭是非洲裔的家庭 是这个单亲家庭 单亲母亲 然后平时就没有爸爸跟他说话呀 所以他四岁以前他们要少说可能上千万的字 这下就就就就就差远了 听到听到 就是少听到上千万的字 对所以你说真正可怕的不是说富的越富穷的越穷 而是聪明的越聪明 蠢的越蠢 这怎么办 但是呢 你看哎 咱们有人讲这特朗普啊 当上你民主 那最后你要把我们这个寒门子弟都搞蠢了 我们还可以跟你玩选票呢 对吧 我们给你颠覆了 但问题是特朗普也不能代表这个就他也未必能够帮得了这些寒门子弟啊 他不是蠢 他是疯 我觉得特朗普是这样子 他和希拉里 就是说因为投票的还是穷人占多数嘛 上层的不去管他 实际上支持特朗普的就是年薪五万以上的人支持特朗普反而多一点 他们都有好多穷人支持 支持特朗普呢 那是这样的人 是说我今天穷 但是呢 我希望有个机会 还愿意工作改变我的状态 支持希拉里的呢 说我今天穷 我就应该被养着 说穿了是这样两拨人在决定啊 咱们先去演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最后我想问你们两位未来学家一个问题 你记得梁树明老人 过去一本书叫梁树明老人一脑门的官司 这个世界会好吗 展望未来的科技什么智能 你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写小说的话 我通常都会比较悲观主义 因为一个小说 你写的悲观主义 比较有张力 但是我自己 其实从我个人而言 对于科技和人类未来 我是相对比较乐观的 包括这个科技 科技的产生带来的这种失业 包括这个对环境的影响 包括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相对还是蛮乐观的 因为实际上你要是真正看 我们过去的这一百年两百年 我们这几千年 人类的这个技术发展 实际上是翻天覆地的 那我们从现在跟四千年五千五千年 大家还都住珠山洞呢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都已经像现在这样了 可是呢有一些东西 其实你要是想想的话 也没有变 像那个人类简史里面 在七万年前 大家就做一起 gossip就是八卦 对 然后现在的话 大家还是会喜欢 做在一起八卦 就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然后这个家庭关系 我们的这种同伴的关系 我们的这种社会关系 还有我们所从事的这些事情 我们工作 然后照顾家庭等等 就这样的一些事情 其实是七万年也没太大变化 我们就周围的整个生活方式变了 七万年前坐在山洞门口八卦 然后现在我们坐在这个 坐在桌上 所以其实在往未来展望的话 这个技术一定会把我们的社会生活方式 带来很大的变化 但是很可能我们那个时候 就坐在一个别的地方八卦 吴老师怎么回答这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从两个方面看 一个就是说 因为科技进步 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比较多 所以大家基本的生活里都有一个保障 那么过去我们知道说 人均寿命很短 主要原因就是说吃不饱 这是饥饿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现在他这些都问题不大了 看病慢慢的这些问题也都还OK了 但是从利点来讲 我就再讲说 换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人的幸福 今天是否 我前一段写了一篇文章 讲就是今天我们的人 是否比18世纪更幸福 这个要打一个问号 因为我觉得幸福 比如几个主要来源 比如说你爱情和婚姻 你现在未必比18世纪的人更好 比如说我们比如你看 很简单 你看那简奥斯丁的那些书里头 那个里头 那个就是什么傲慢以偏见 爱马里头人过得很好的 对 当然你可以说 那是当时的有钱人 但是今天我们的有钱人 不一定能过得了他们那样的一个生活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了 我觉得说甭管这事业怎么变 就这几件事 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人是注意的 就是比如说过一个从容的生活 一个优雅的生活 人 你出门前 你觉得你对社会有一个责任感 你尽一个责 然后你实际上明白说 我们有些时候人是目的和手段是颠倒的 就是说你比如我们挣了钱 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 而不是说把自己生活弄得很糟糕 去挣钱 这些东西想清楚以后 这是人最根本的幸福的一个来源 你像我看他这个人类简史这个作者 他就觉得从生物学的角度说 快乐和幸福是个生物化学的问题 你觉得你找着个女朋友你就幸福 其实更本质的是你这个大脑的一些化学分泌 让你感觉幸福 但是其实这个反过来讲 就是化学分泌肯定能影响到我们的思维 但是反过来讲 其实我们的思维也能影响到化学分泌 甚至影响遗传 就是对 是就是实际上我对你的这个认知 本身它会影响到我这化学激素 对对对 好好好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